本节目由Yamava Resort & Casino at Sam & Well赞助播出 是你 为你呼吸 迷失在风里 拉近距离 乐此不疲 整个世界全都是你 冷了靠近 八卦从心里 相遇很侥幸 陪爱发出信息 脚皮的表情 你终不回忆 相落在乱条 解析你的话语 下一秒是告白剧情 期待着的都是你 快到近来的距离 我的世界全部都是你 心动里描绘着四季 笑容尽力 张开双臂 花长风雨陪你倾听 我的空气全部都是你 为你呼吸 迷失在风里 拉近距离 乐此不疲 整个世界全都是你 我只是说要暂停项目 你们却统一风向 要卖掉游戏 我们做的是生意 不是慈善 及时的脱手游戏项目 我们最起码的保住本金 各位 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是利益共同体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暂停项目确实是突发赵毛 是我不得已的决定 我承认 我之前说了一些冲动的话 再次 跟各位道歉 我们也不想轻易放弃 但是你必须把你的具体计划告诉我 而且 我要跟你说清楚 我们已经没有资金再可以投入了 最多 可以再给你两三天的时间 让你自己再想想办法 对 目前出现这种状况 谁也没有预料到 我们也不想强人所拦 五身 诶 欣赏 哥 不到万不得已 我也不想打扰你 但是最近实在是发生太多事了 我想和你聊聊天行吗 当然可以啊 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了 我现在有空 那我去找你 不用 我去找你吧 正好 我也想散散心 所以说 股东们还是会给你几天时间的 小燃啊 不是我说你 你不应该冲动 直接把游戏项目给暂停了 我知道你有你的打算 但那些股东并不知道啊 他们有疑惑 有情绪 都是正常的 如果你想走得更远 你就应该多安抚他们 而不是一味地跟他们争辩 你这样只会增加他们对你的敌对情绪 哥 我明白 暂停项目 也不是为了别的 你也知道 林林这几天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差了 我真的很心疼他 而且 他是游戏推进的主心谷 如果连他都倒下了 项目才真的要出事 我知道 你是关心则乱 但你就算要通知 也要给出股东们具体详细的后续计划 至少也得让他们知道 你对项目目前的形势判断 有了资金 游戏的制作和调整 才可以继续推进下去 你把你的这些考虑都跟他们说清楚 他们才会把自己的思路化繁为紧 就不会天天找你开会 东催一头西催一头了 自今的事情 之前湘玉姐也说可以入 其实我也清楚 这是最好的选择 只不过之前一直担心 沈氏那边会插手逗离的事情 就一直没有同意 既然现在你们在一起了 你可不可以出面 跟湘玉姐说一下我的故事 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那你呢 这件事只有我出面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因为毕竟 我已经不是山海集团的副总了 这个项目也早就脱手了 就算我去多劝他几句 最后签进合同的时候 你们还是要见面的呀 那 那好吧 但是你得陪着我啊 有你在 他可能还会收理你 好 我陪着你 走 走 跟你说话说 这不是肖大总裁吗 我跟我男朋友约会 你跑来干什么 看来你最近很清醒啊 行了 别欺负他了 坐吧 你坐我男朋友旁边干什么 还嫌自己这个灯泡不够亮啊 坐对面去 小燃今天是想找你聊正事的 之前你不是想入自爱的元宇宙吗 他现在想和你谈谈具体的合作 他不是就坐在这儿吗 你让他自己说 搞得我好像尚赶着给他送钱似的 你说说 游戏那边又出现新状况了 对 按照他的说法 原来那个隐藏贝人的代码 似乎变成了病毒 好像还会感染别的代码 我也不太懂这些 但他告诉我 如果不及时修改的话 原本的游戏 可能会全面崩盘瓦解 变成一款新的游戏 具体问题 你得让蓝耀去跟他沟通 但前提是 你要跟人家谈清楚 合作条款和授权的事情 那维克那边 有什么新的解决方案 游戏的具体搭建过程 他也不知道 怎么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呢 我明白 我可以同意这个要求 只要游戏生理推进 一切都好说 怎么 这次不问你女朋友的意见了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维亚宋小姐吧 毕竟她是这游戏的主设计师 她需要知情 哥 算了吧 林林现在的身体状况 还是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 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后续修复的工作 交给维克 她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可以 具体的问题你们自己商量 除了这个 我还有一个要求 你要让林乔加入这个项目 我想和她一起工作 声音 林乔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没有反悔说不跟你一起出国 我只是希望 你能留下来 和我一起完成这个工作 等项目收尾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离开好不好 可是我不想再和山海有牵扯 我可以留下来等你到项目结束 但是再让我接管这个项目 真的不合适 可是林乔哥 这个项目已经变成这个状况了 你又是项目的前负责人 由你来收尾 顺理成章 现在工作量又这么大 就算不只是为了帮我 你帮帮萧燃可以吗 我托为项目姐的说法 当初本来就不想让哥走 现在回来了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样会提高工作效果 哥 我建议你考虑一下 项目姐的提议 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那我现在就去栏梁工作室 行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 要考取游戏的体层数据啊 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你有了 肖燃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让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吗 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工作 那个 那个不重要 你来找大雄干什么 我 肖总来考取油漆的原始数据 说是上海集团需要备份 我以为老大知道我就 你过来一下 肖然 你到底要做什么 卫科那边发现了新的问题 我再不推进注资 这个项目就要夭折了 所以 你现在是以肖总的身份 来做这个决定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尽快能解决问题 而且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真的不能继续参与这个项目了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你 保护我 你就是这么保护我的 你让我变成一个 彻彻底底的局外人 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 然后 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你觉得 我就会开心了吗 我知道你为这个游戏 耗费了很多心血 但是你能不能相信我 我不会轻易做这个决定的 我只是想尽快地解决 这些麻烦 麻烦 在你眼里 他可能一直只是个工作 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代码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你知道的 他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我说了都是为了保护你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对 我不讲道理 我无理取闹 你现在是想解决问题 而我一直在胡闹是吧 行 既然这样的话 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 我自己来解决问题 走 小总 孝总 等一下 孝总 你和老大吵架的事情 我们都听见了 那你是打算撮合我们 还是来替你老大打抱不平 孝总 从这个游戏项目成立的时候 我就跟着老大了 他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 和精力我们都开在眼里 他在游戏设计最初 其实有很多坚持 但是为了游戏 能够更好地推进 或者说是为了您 他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妥协 他其实不是一个固执的人 但是对于游戏项目而言 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弃 甚至置身事外 我明白 今天的事情 我会找事先跟他解释清楚 他现在还在戏头上 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对了 孝总 其实我还有一件比较担心的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作为行业内的人 我们都知道 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但是我还是想 替老大争取一下 毕竟他对哥哥这个角色 付出了太多的感情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想要放下一定会很难 我想这也是他不愿意交出数据的原因之一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别别别 孝总 我这都是为了老大 我这儿不是 张导您好 最近忙什么呢 我这儿刚下直播 怎么了 剧组的试镜已经通过了 真的吗 我通过剧组的试镜了 对 太好了太好了 有时间来趟剧组吗 一切请您安排 好 那您下午就来 好的好的 那下午見 好 再見 進 老闆 你找我什麼事 我想讓你去幫我查一件事 你說吧 調查這種事我最拿手了 你說要查什麼 玲玲有一個哥哥叫宋崇敏 在她小的時候出車禍去世了 我想讓你想想辦法 能不能了解到 當年車禍現場的狀況 我想知道一些具體細節 這 這個事都過去這麼多年了 怎麼 有難度 沒有 我想辦法 但老闆 我想多嘴問一句 您為什麼突然間 要查這件事情啊 是不是藍藥大神 給您說什麼了 我看您今天回來的時候 不是特別高興 你們倆是不是因為 這件事吵架了 我只是很擔心她 她對這件事情 有很重的心結 所以對哥哥這個角色 別有很多忌妒 我知道 現在其實讓她很為難 但是我不希望看著她 一直這麼難受下去 她從不願意 告訴我當年的細節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 或許 可以幫她彌補一些遺憾 老闆 我真的沒想到 你對一個女孩做到這種份上 我真的對你刮目相看 不管作為你的下屬 還是你的哥們兒 我都挺你 真的 知道 我買了明天去法國的機票 你為什麼一定要離開 你家人不同意我們在一起 我們是不會幸福的 我只知道我愛你 難道還不夠嗎 我知道 我也愛你呀 可是曼曼婚姻幾十年 難道只靠我們兩個人的愛 就足夠了嗎 得不到祝福的愛 又能夠支撐多久呢 一年 五年 十年 還是一輩子 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 你家人不同意我們在一起 我們怎麼可能幸福呢 我們可以遠移他們呀 可以不用去管他們 你忍心跟他們斷絕關係嗎 你忍心看著年脈的他們 自己照顧自己嗎 我不怪你 我只是在肯求你 在我們都還沒有陷得很深的時候 在我們 都還能承受這份痛苦的時候 放過彼此吧 可是我真的捨不得你 我又何嘗不適呢 趙雯 放手 你這不可能 你誰呀你 我是他男朋友 聽聽聽聽 什麼情況 瞧我 等等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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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急動 你剛才拍戲啊 拍戲也不行 趕緊把人弄走 拍不拍了 不好意思導演不好意思 我先處理一下 你過來 你幹什麼 過來 快 你想幹什麼 跟我回去 我工作還沒完成呢 我不能走 所以你還要繼續嗎 當然 我簽了合同的 我要是現在走了 是要賠違約金的 柳依依 我又不是養不起你 你何必這樣出賣色相 去賺錢呢 你覺得我是在出賣色相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是不是特別看不起我 我不像你家境那麼優越 我賺錢只是為了養活 自己維持生活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活得很清高 我們都很下賤是嗎 我沒有看不起你 我只是接受不了你剛剛那樣而已 但我告訴你 今天這份工作我必須完成 導演 您消消氣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 實在對不起導演 我耽誤大家拍攝進度了 對不起導演 一早我就跟你說過 網紅他演不了戲 演不了戲 這也能拍嗎 對不起導演 對不起 算了說過 導演 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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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再給一次機會吧 導演 辛苦大家再晚一點 謝謝導演 謝謝導演 不好意思大家 謝謝 謝謝導演 今天怎麼突然願意陪我出來走走啊 就是覺得 行動天氣很好 我覺得不是 我猜你就是想和我約會 笑什麼呀 就是覺得 你很可愛 你現在才發現嗎 我一直都可愛啊 你有我這樣的女朋友 應該知足 不過我很好奇 你一直以來都沒有煩惱嗎 有啊 小學的時候 煩惱自己個子太矮 中學的時候 煩惱自己臉上長痘痘 大學畢業之後 煩惱你為什麼不喜歡我 你對煩惱還真不少 不過都挺具體 你是在嘲笑我嗎 不過我還是很有上進心 和事業心的 我現在最最擔心的是 蕭然能不能從藍藥那裡 順利地拿到數據和授權 這個呀 我覺得有點難 我是不太了解藍藥的性格 也不清楚他們的相處模式 但是藍藥的哥哥 對她的心結 應該還很難打開 蕭然想要說服宋玲玲 不靠譜 想要瞞過藍藥 更不靠譜 藍藥其實還是挺有 自己的想法的 蕭然恐怕是扭不過她 她自己可能不知道 但是感情的事情 有時候的確旁人看得更清楚 那你不會也看不清楚吧 我看得很清楚 既然確定是你 這一直是你 好久不見 好啦 快點 ved 我要回到 上车 我的车怎么还不来呀 上车 现在这些网约车司机 也太不敬业了 到底也不说一声 上车 谁在说话 我说 上车 原来是在跟我说话呀 萧总 有失远营 有失远营 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 怎么请到了您这尊大福 要不去我们莱洋工作室坐坐 我给忘了 现在已经下班了 改天吧 你到底上不上车 谢谢萧总 我已经把车取消了 对了 三块鞋的赔偿金 给我报销一下 回来了 正好吃饭 坐好嘴 坐在这儿 谢谢七神 别客气 你们俩怎么了 宋小姐 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没有 你们俩吵架了 没事 其实 那你们慢慢吃啊 有事叫我 不用 我自己夹 是不是有点凉了 要不要我让七神再做一份 你来七神当什么了 她吃没吃饭你知道吗 还是说我们只是 普普通通的员工 一点都不重要 宋李妮 现在是聊七神的时候吗 那我要说什么 说你自作主张 你是老大 你是老板 你可以随随便便地 替我们做决定 根本不用在乎我们的想法 可是 七神是陪你长大的 你连她吃不吃饭都不关心 更别说 下乎我的想法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你能不能不要把你的思维 强加在我的逻辑之上 我理解你 我也在为你考虑 但是你不能只想 为我考虑 那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那我希望你能不能这样 你能不能这样回避问题 我希望我们是在聊天 而不是互相发行 我希望我们是在聊天 你觉得我们不是在聊天 那就不聊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总 我困了 今晚我睡客房 晚风怕来不及今晚繁星 所以才找不见你的回应 思念不停穿行 像是路过的月 飘到你身边多坚定 多幸运 才能吸引到你的注意 想留下踪迹 却分隔两听 学下的约定 你是否相信 你看月亮不怕反省鼓励 所以我的心腿有了潮汐 我会是你在靠近 是我认识你这口径 紧握忍不住去回应 开始原谅半分辛苦 所以彼此眼里满手里 我从来的人探紧 这份爱不需要说明 这份爱不需要说明 属于你 不怕被故意 不怕被故意 如果你的心腿有了潮汐 心腿有了潮汐 还是你在靠近 若你这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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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不住去回应 若你这天是 月亮不怕反省鼓励 若你这一笔子眼里满手里 那身体 从来的人探紧 这份爱不需要说明 属于你 请准备